教授想請問如果當你的興趣跟專場矛盾的時候 什麼? 興趣跟專場矛盾 有很多人都會告訴你說 應該說你的職業跟你的興趣不合 那你就工作上好好賺錢 然後剩下的時間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去從事你的興趣 我猜你應該不合大概就是這樣 你未來要從事這個工作 或是你剛才講你的專長 教授就是因為我現在搞了 然後我從社會的時候 可是就是我每次考試的時候 我的自然科我考慮的社會科好像很多 然後可是我真的很喜歡社會科 然後我就真的不知道說 我應該繼續聊在社會科 那種種自然科技 這問題比較容易 因為你說真的有興趣 你不要擔心你沒有那個能力 繼續在社會組 你剛才講你是對社會組的東西有興趣的人 那我會說你不要擔心 繼續努力 你只是還不夠 就是努力還不夠 我不是說你不努力 而是你的努力還沒有累積到讓你開竅 那個過程真的就是這樣 那個努力過程很痛苦 因為你一直努力 你有興趣 而且你一直在這方面努力 可是你卻等不到 沒辦法很快看到那個成果 就是我進步了 然後用你剛剛講 就是這部分考試會還是很爛 那個不要急 那個是累積還不夠 所以繼續累積 我是這麼認定 你們不要覺得我瞧不起你們 我認定我們要在場的包含我 我們都沒有人是偏差 都是努力來人 包含我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你看只是努力累積還不夠 夠了你就會有一天會開竅 然後那個開竅的感覺就是 你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開竅 你只是有一天回頭看的時候 你發現說你以前讀不通的都讀通了 然後你發現以前很困難的 你都覺得很容易 所以如果是剛剛那樣的狀況 我覺得你不用擔心 朝你有興趣的繼續做 那我們再兩三個問題這樣子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其實 對不起 我先再普通 其實我覺得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累積 有時候它不是像我們以為的 所以我才要再一次強調 不是說每一件事情都要有那麼明確的意義 我強調生命有意義是整個生命要有意義 可是不是每一件事情真的都要那麼有意義 就是社會科學的累積 其實有時候是反而要觸角很廣的 你東讀讀西讀讀 但是你都在讀書 而且你不是亂念 我所謂亂念就是念的不懂 你也不想搞懂 我所謂亂念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比如說像我講的 我在大學後來我還去上士書 去跟一個滿清的皇族念士書 然後就每個禮拜在一個很不好的教室空間裡面去跟他學 那我也不知道那個東西對我會有什麼用 可是我很努力的在學 這樣就好了 那些很多東西這樣的累積 最後你會很意外發生那個東西 會突然對你很focus的事情上是很有幫助 甚至包含旅行 然後包含比如說在嘉義參與這些文史工作 他可能跟你直接的學科好像沒有立即的幫助 可是其實他都在培養你那個基礎 所以我要講的是如果是社會科學的話 那個累積更是因為它需要更廣泛的累積 所以你要很快的有那種開竅的感覺很難 所以你現階段你真的是心病下來 然後讓你像一塊海綿一樣 然後對什麼東西都保持一點點好奇心 然後什麼都去洗手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我反而是想聘一個高中生問問題這樣 可是其實這樣比較想 因為我離開高中太遠了 所以等於是我也有以前高中時代的 我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在高中時代的學生 自己的選擇性其實是很少的 就可能父母就期待我們好好練習 然後可能下課去補習幫他們補習這樣 然後如果要參與一些活動 譬如說可能季二三十歲說你參加那個做什麼 就是都就是幹嘛去那邊惡肚子這樣 或者說要參加什麼創世紀的那個 發票那個什麼募捐什麼的 你就去那邊好像這樣乞討的感覺這樣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出來這樣 那事實上可是在一個時期好像是自己好像有一些 心裡有一些聲音想萌芽這樣 可是好像沒有什麼選擇性 因為父母有很多期待 然後學校很多限制這樣 那這段時間的高中生可以做怎樣的努力 就是為未來可能自己的探索 做一個初步的努力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進入社會之後啊 可能會有自己一些理念或者理想這樣 那可是這些理想 當我們在堅持在努力的過程中 可能會遇到很多挫折 可能大家不是這樣想的 然後就變成自己好像是一個很古怪的人 那或者說就是你好像自己展現好像自己很清高 那其他人好像是好像是比較 好像比較沒有理想這樣 可是事實上在自己在做一些事情 可能就會被人家嘲笑 可能就像教授那時候 就是想當萬聯那個助理教授的時候 應該也會有受到一些同儕或者同事的 可能覺得嘲笑或怎樣的 那那段時間可能會感到有點孤擔 然後會有點堅持不下去 那怎麼去克服這樣的感覺 然後這種孤擔感這樣 然後持續朝著自己理想 我先回答後面那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講說 可能現在會朝向自己的影響在奮鬥 但是一方面會遇到挫折 然後二方面是 其實簡單講也會遇到一些跟別人之間的差異 所以你要不顯得你自己很古怪 要不就是致命清高的 你自己可能也會心虛 我到底是古怪還是清高 還是致命清高 你可能也會自己有一些疑惑這樣子 我坦白講就很像我剛剛講的 不代表你很努力去做了功課以後做了選擇 比如說回到你的話題 就說我很努力做了功課之後 我以這個為我的理想來奮鬥 不代表你的影響不會是錯的 所以這過程保留任何的思想上的疑惑 我現在只是講思想上的疑惑 留一點點空間 疑惑的空間並不是壞事 但是我的措止就很詳心 所以一點點空間 只要這個疑惑不是大到讓你又 你說這是我的理想 結果我又很有疑惑 所以我又做不下 又沒辦法全力去做 那就是我剛剛講 你不會走到你要的路 因為你的疑惑根本已經阻止你 不斷地朝向你的理想在前進 或是重點是 根本阻止你的生命在前進 那這樣的疑惑過大就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 我會說那你要回到上一步 是確定你的理想 因為顯然剛剛的狀況 呈現出來是你對你的理想的肯定 還不夠 所以你那個疑惑會大到 這樣阻止你行動 但是如果沒有 因為剛剛這個都不在講你 我說請你講的請你 如果你的疑惑沒有大到會阻止你行動 我覺得保留一點點那種疑惑的空間 其實不是壞事 因為那會讓你有自省 就是如果 你現在想想 如果我當時被黨栽培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疑惑的 那我當然就不會想去看看 另外一個政黨的人在街頭搞些什麼了 那這樣當然就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一點疑惑是讓你生命有一點彈性 但是你在那個過程裡面 越來越清楚你的選擇是對的時候 就越來越要專心自治的 就是說那個疑惑對你講要越來越少 你要越專心自治 朝向你那個目標前進 那別人的眼光 其實就跟我一開始問的問題 或者我所謂跟別人的比較一樣 其實別人的眼光 你是沒有辦法 換一個角度來講 你沒有辦法讓所有人喜歡你 這是做不到的 然後所以你甚至你也要去找到你在意的人 只要去在意你需要在意的人就好 但是回到剛剛話題 常常我們最在意的還是我們的父母親 可是我目前又很難說服 所以那個我們最在意的人 我們能做也只是在過程中 讓他們相信我們都不斷在努力而已 那還有另外一群人你真正在意的 就是他可以成為你奮鬥的、同志的 那也只要有那一群人就好了 不需要很多人 因為我剛剛講 你不可能讓所有人喜歡你 你不可能讓所有人認同你 所以你只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 其實那已經很幸福了 有很多人其實可能在那過程中 根本沒有人了解他 可是那個沒有人了解他 如果他能確定那就是他的影響 我相信他也能 就是又回到剛剛的問題 那個其實就是他要付出的代價 超人 我現在當然不是講那個會非的那個超人 那個非凡人 就是因為跟一般人不一樣 才會成為非凡的人 所以他一定也有那個代價就是付給你 所以那個不用 就是說我相信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你也不會太在意 那我們通常不是那麼非凡的人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一群人 他可以會願意跟我們一起奮鬥 那就很好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兩個我們很在意人 我們的父母親 或是更多就是我們的親友這一些 其實親友你知道有很多也不用在意 所以你追在那個親友 我剛剛講父母其實很難改變 你能做的就是只是在過程中 讓他們知道你都在前進 你沒有在打會 大概也只能做到這樣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那個高中的同學 要怎麼自我探索 其實我會說你們會來就是已經在自我探索 因為要不你就是覺得這個時間 應該拿去念你的教科書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就是如果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就是多接觸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眼光放遠一點點 就是那種比如說一個晚上 你是同學在圖書館多念了多少 你只要有這些活動 你稍微都有慎選過 那其實也不見會浪費那麼大多的時間 那如果到了大學 那慎選的必要性就是再低一點點 因為就是那個立刻的那個 考試壓力沒有那麼快 可以像我一樣再放鬆一點點 如果是現在高中 有時候你稍微慎選一下國動的品質 然後保留一點彈性 那我高中有一個習慣 但那個習慣就是真的因為我參加太多這種 不是都只有救國團自強活動 我是參加很多種大學辦的營隊 我都去參加 然後看到自己的 我說看到自己的貧房 所以我有一個習慣 我每年的過年要看一個 大肚頭的那個西方文學文書 而且絕對要很大肚頭 比如說什麼約翰克林斯作夫 我記得是遠流出來 所以他兩側厚厚的 我都沒記錯是這樣 我每個寒假過年那段時間 我一定會挑一本大肚頭 出這樣去念 那其實現在對我有什麼用 那故事講的我不記得 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心態 就是我隨時讓自己 會去吸收一些古事課本給我的東西 那其實對傳統建築的喜歡 其實是我從高中就開始 只是在高中沒有那個環境 真的去學 所以我一上大學 就很努力再去學傳統建築的知識 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留意一些種子 因為你們還是有那種考試 很無聊那種升學的樣子 一句話 其實高中不是求知識的時候 你們念的東西都不算輸 那你只要留一點點彈性就好 那真的念的是叫輸的 其實是大學才有可能 真的你們現在念的東西 都對我而言都不是 可是沒有辦法 考試考你們也不是考知識 所以那個只要保留一點彈性就好 花其中一小部分的力氣 你要比較期待的是 你要考上一所好大學 然後重新給自己機會 重新認識自己 那個時候才是真的在學知識 所以那個探索會錯 連我探索都會錯 所以即使那麼努力探索都會錯 總之這個時間我們的客觀環境 沒有讓你們真的認識自己 然後你們讀的書 就像我來講 不是輸給自己自己 所以只好 把探索自己的時間往後面 那我補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要問的是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加大獸醫的 然後 但是就是其實我自己 結果我從國中開始又玩 就是樂團 什麼之類 到現在也是在 又在一萬 然後 然後 就是我 就是大概有興趣的部分 是大概兩三種 然後 獸醫的部分 是因為我 因為我以前有當過生物的 補習文老師 然後我覺得說 就是可能 就大家來看 或是我自己去認為 又覺得說 比起 成為一個樂團的鼓手 或是成為一個 就是 某方面的 某某人 之外 就是獸醫系 也許 就是賺的錢 比較多 或是比較穩定 就可能 也會成為說 就是比較 世俗面 或是比較 俠面的東西 但是 就會覺得 因為主要是想問 看看老師的意見 說就是 這樣子 往這個地方去走 就是 就是 就可能興趣上 比起 就是玩音樂或什麼之類的 會少 但是 就只有一點點的興趣而已 那 會不會 就是 有機會成為一個 好的選擇 對 就是 比起說 就是 去追求 錢那種 惡毒物的東西 但是 對 不知道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這樣 我其實沒有辦法 對你們 很具體的人生 給你們建議 就是說 我不覺得 我有那個能力 指導你們的人生 尤其是 很具體的那部分 我不覺得 我有能力 我覺得 我也希望 剛剛那個 分享 只是一些原則 就很像我說 要讓你 生命不斷前進 或是我 對高中上說 就是說 你們要知道現在 你們對自己的看法 興趣 什麼的 都不一定是對的 然後 保留 重新探索的自由 類似這樣 這都是 比較抽象的名字而已 那 呃 其實 這個跟我剛剛以為 他要問的問題比較相關 就是說 對 有時候 有人的說法 是說 你應該找一個 先讓自己 先求 求溫飽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然後 你剩下的時間 可以追求你的東西 你的興趣 那 有時候 背後更極端的說法 是 雖然有錢 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 萬萬不能 類似這樣說 所以你要先讓自己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先讓自己有錢 類似這樣子 那 但是其實你想想 陳述局有錢嗎 他沒錢啊 我講陳述局 就是那個在菜市場 賣菜那個阿嬤 他可以 他可以 不斷的捐錢出去 他有錢 他沒有錢 正言法師也沒錢 我講現在當然 那個機構很有錢 可是他 他怎麼樣 變得那麼有號召力 他其實是沒錢的 什麼做蠟燭 什麼這樣做出來的 我覺得余國姓也不會太有錢 可是他也要找你 所以我讓他們先說 我不太相信 剛剛那個推論 如果最極端 告訴你說 沒有錢萬萬不能 我說 沒錢的人做很多事情 那有錢不是萬能 那當然是事實 但是 我 我對那個 沒有錢萬萬不能 這是穩定的要挑戰 這是穩定的要挑戰 退回一步 剛剛講的是說 先有一個穩定工作 然後再來發展 因為你經濟上無緣了 你就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 我不會說這不是一條路 但是我會說 你現在覺得這個是個穩定的工作 不代表未來 這真的會是個穩定工作 所以 這是一條路 但是我會 如果是我 我會選擇 我的興趣跟我的工作是結合的 為什麼 因為即使那個工作 最後是很窮困的 但是它是我的興趣 因為我在那個窮困當中 我還是知道我在做一件 我很有興趣 權益投入的事情 但是我只有一開始說 我不想當你們的人生導師 我想講的是說 這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興趣跟工作 一定要完全結合起來 一個是找一個讓你一時五的工作 然後你另外發資金去培養興趣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不好 但是 在那個 你說這是一個於時無於 你變我可以去培養興趣 我有時間 甚至有財力去發展我興趣 我買個股份很貴 我意思說可能是這樣的 這一個選擇 你要小心它的 它的隱憂在哪裡 就是說你的工作是不是真的 會在未來就是像你以為那樣 你說 以及你的工作 是不是會讓你有空 我意思說現在可能搭學醫的 最好賺的反而是牙醫 當然還有醫美 就是那個美容的醫生 可是你知道他們其實忙到不行 然後你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很清高的醫生說 對不對 他說我一個禮拜只開業兩天 然後其他都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你想想 他要養一些護士 結果他護士也只做兩天而已 然後你要給他多少薪水 所以我意思說 這個理想好像可以做到 可是實際上他可能是身不由己的 他做不到 他沒有辦法只做兩天 他為了他整個 或是建築師 他為了他整個團隊成員的生計 他就是得這麼拚 所以可能不見得你的工作 會變成像你 像這個樣子 但是也有可能是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說 我沒有直接說 你那個選擇比較好 是我會選這個 但是不代表你選那個是錯 如果沒有選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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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請問就是 因為社會科學它並沒有像理工那樣 對應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資源 像是 講說在社會系教 應該也有很多人 社會系年級是非常有 比較有理想的 那如果當他到四年級的時候 覺得說 他的就業市場非常小 或是找不到工作 他抱著很多困惑 覺得為什麼必須要學這條路 教授學家有什麼苦力這樣的 像我有一個同學 他父親是在中正教哲學 他父親也很明確的跟他講說 以後你不要讀哲學 那如果教授的小孩到這個年紀 教授是不是也會像自己的小孩 讀社會學 等一下你的問題我啊 等一下 如果小孩念社會學 我一定會支持他念 如果他要念哲學 我也會支持他念 因為我在社會系 就常常在教哲學 所以我 我會把哲學的一些東西 帶進我的社會學 原因是 我覺得這些都是 在做一些很有意義的思考 所以 所以具體的問題的話 我會這樣說 我覺得 只要他夠努力 即使是一門 再沒有 覺得沒有用處的學科 都可能變得有 那 因為 我自己在 在我身上就是這樣 就是我學的那個東西 就是 找工作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要找我 那你真的有興趣 你就衝下去了 所以 那紀理問題比較好回答 你的問題的前面那一步是說 如果有一個學生念到大事了 然後他開始去面對就業的壓力 然後 所以他一定會很彷徨 很害怕 我其實應該是說 我從現在就已經在灌注你 或是灌注我的學生 就是正能知識跟就業一點關係 所以我意思說 你不要再大事才發現 他跟就業一點關係 現在你要知道 他就跟就業一點關係 可是他不等於同名 他沒用 我剛一方面也告訴你 事實上他在我生活中 讓我看到很多 我不疑惑的東西都變成有疑惑 然後讓我看清楚 我在做很多選擇 讓我有重新選擇的自由 這個對我和人都很有用 那反之 社會學這門知識對就業是完全沒用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學的 也不只是那個知識 有時候學的 其實是學習的方法、思考的能力 那在這部分我會說 其實你在任何一個學科裡面 所以也就是不是只有社會學 但是社會學也包含在那裡 你在任何一個學科裡面 你很努力的鑽進去 學了他的知識的同時 那尤其在社會學身上 那個知識可能最就業也沒用 可是你學到了學習的方法跟思考的方法 我相信到哪裡都很有用 所以其實 對 社會學可能在跟就業上有幫助 也只有這樣 那所以其實像那樣的 如果說有同學念到 如果他真的是很有興趣的念 社會系念到大師 或是念哲學念到大師 然後他面對著就業上的徬徨 我沒有辦法否定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知道他的路 不應該被哲學或社會學綁住 我講的是就業上的路 他也不應該覺得他被哲學或社會學綁住 何忠信又是一個例子 何忠信就是社會系畢業的 對啊 所以他沒有任何新聞的學歷 可是何忠信現在是台大新聞所給他一個類似講座教授的位置 那個特定是什麼我會知道 那個頭銜是什麼我會知道 所以不需要 我譬如說社會系給你的知識 不是那麼特定 我一直不代表你就 你不能拿著社會系給你的那些眼光訓練 去到別的學 到別的工作去用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 如果有這樣的同學 他應該要好好想他在這個學生學到什麼 在哲學也是一樣 他應該好好想說他在哲學學到什麼 然後去發揮那個母分 但是我絕不會是那樣的父親說 說叫我兒子不會 不要念社會學 或是念哲學 我覺得社會學和哲學都很有趣 他們問了一堆我 其實我覺得精神他們很像 他們在問一堆一般人都不問的問題 那個其實那個世界才會因為 有這樣的思考才會變豐富 那一堆有的人都會被他 不知道 那是誰的 機神那樣 那是誰嗎 跑出來 是誰嗎 被公圍 沒有 有人要問什麼嗎 有人要問什麼嗎 沒有沒有 張娃媽要講話 沒有沒有張娃媽要講話 宣傳嗎 不是不是 如果沒有,我在鼓勵各位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自助旅行,它會讓你收穫很大,其實應該這是國務之前的活動,他曾經主講過自助旅行,是不是? 自助旅行 我以為你有講過旅行,還是自助旅行 我們是有上學期,對,自助旅行 對,我會說自助旅行,高中同學,我沒有建議你們,大學同學我會說要試著自助旅行,台灣的父母親在保護小孩 連日本、韓國的父母親都沒有那麼誇張,不要跟團自己去解決旅行的所有問題 然後一樣的,我能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不能 只有自己能夠盡力的去了解那個旅行中的任何的危險,自己去設法避免發生危險 自己這麼設法過,是不是就不會發生危險? No,還是可能發生 但是你在那過程你會長大非常多 對 這是我另外一個要對大學同學講的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旅行都愛跟團 你就沒有成長 自己去做功課你會長大很好 好 那我做個簡單的ending 就是老師在這兩個小時間內給我們非常多的不一樣的思考 然後鼓勵我們不管是高中心或是大學生 我覺得對我來說,自己對人來說也是啟發非常多 那我要稍微就是做一下我們的活動的宣傳 就是我們讀書會呢一部分是讀書會 就是我們每個月固定會有大家聚在一起念書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會像邀請老師來做演講 那我們明天剛好就有一場那個讀書會 也是在這個地方下午兩點到五點 主要要大家聊的是那個在地民主與文化 然後嘉義的廟宇、小市與觀光 我們在11月份的時候讀的是嘉義的地方派系地方政治 然後12月的時候念的是在地的文化還有民俗 那在下一個月我們帶大家會一起念的是環境的問題 這樣子 那也要在宣傳下一場演講也是後銘老師的學長 蘇碩斌老師在12月17號的時候 12月17號也是七點到九點 九點在玉山旅社主題是非玩不可 觀光的歷史與人類的困境 其實嘉義地區最近也一直不斷的在發展觀光 什麼快逸生活街啊 然後就是要來想像中的那個中國來的資金和客人這樣子 其實也有背後有很多的政治或者是經濟上面的因素 然後身為嘉義人大家也不可以忽視這一塊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等一下如果大家還有這個空間允許的話 大家還有問題也可以直接來問老師 不要太晚的話應該也還好 然後不要放輕任何可以問問題或者是對話的機會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再次很感謝老師來為我們演講 老師好 這是我們的圖書室創辦人當洪榮醫師的太太 老師好 老師好 各位同學好 七點opening的時候我剛好不在 因為我去那個一夜飯店參加一個 各位知道有一位中國的流亡作家 叫做袁鴻斌嗎 嗯嗯可以嗎 因為他今天應邀來嘉義 做一場那個新書的簽名會 順道參加那個嘉義社 就是圖形澤醫師他成立了嘉義社的那個成立大會 那今天就今天晚上現場那邊也來了兩位天王 一位就是蘇貞查跟 一位就是蔡英文 然後他們王不見王所以是錯開始 真的好 對 然後我去擺攤啦 我從我們圖書拿了蠻多的那個看板 去宣傳我們台灣圖書 那真的很歡迎大家利用這個地方 昨天有一位台大電機系的學生 他曾經在這邊辦過一場 自己的自彈這場演唱會 然後他昨天回來他就跟我說 哎蔡媽媽這裡越來越像一個基地了 聽到這個基地就我想到 我們媽媽都會搖孩子 搖啊 搖一年 搖一村這樣 就是透過一個搖覽的方式 把有一些理念啊 或者是對於一些人生有看法 是對台灣的前途有關心的年輕朋友 透過這個地方可以慢慢的聚集你們的智慧 所以剛剛我看到那位同學在講說 你們未來讀書的書目 哇 竟然是那麼的廣泛喔 還包括建築 宗教 政治 環境 那這些書我們這邊都有啦 所以如果各位想從這邊去抓幾本書 來當你們讀書的書目的話 也會非常翻譯啦 那我要這邊秀一個綜績給大家看喔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就是去找蘇貞山跟我們簽名 我們這邊台灣圖是每個月都有辦活動 然後我們每一季都會出版這個季刊 然後把這個整季下來的活動的紀錄做一個報告 所以我就找機會趕快去請他簽名 所以這就去蘇貞叉 然後這個簽一個蔡英文 可是蔡英文沒有簽日期有點可惜 然後我看到這個空盤我想想啊 糟糕我忘了做一件事找誰啊 袁紅冰 我在想哎呀糟糕忘了找到去簽名喔 這樣我三本剛好都有人 都有這個大人物來簽名喔 不過總是會有疏忽的時候 那如果有機會我們請他來台灣讀書演講 那多棒啊 有點不太可能啊 那可能也要回他的居住的地方了喔 那明天這邊還有讀書會要使用這場地 我會來幫各位開門 我隨時的歡迎大家過來 好謝謝大家